他是我的網路行銷入門老師 耶 嗨 奶爸好 好久不見喔 對 現在你大概做了哪些網路行銷的動作 奶爸的課程裡面教的那個Weebly的網站 我已經架設起來了 然後Line at 還有FB的粉絲團 然後Youtube上面的影片 哇 那滿完整的耶 對 那所以現在搜尋什麼關鍵字可以找到你呢 Google的話打財務建築師Lidia Lidia 然後或者是財務規劃 都可以找到我的影片 哇 這麼棒喔 對 要謝謝奶爸 那所以在 你剛剛講的那個搜尋財務規劃 是找到Youtube上面的影片嗎 對 有一個四分鐘看懂財務規劃的影片 四分鐘看懂財務規劃 因為大部分的人談到財務規劃 會覺得很模糊 所以我有用一些圖案來做示意 然後大家如果可以去看了那個影片 就會很清楚的了解 我在2015年9月加入懶人包的課程嘛 然後隔年2016年的5月 我就開始在網路上接到第一個收費的案子 收費的那個諮詢費的案子 那你大概收多少錢 那個案子我收了三萬 哇 那你有沒有很開心 有啊 學費都賺回來了 所以等於是第一個從網路上賺到的案子 對 沒錯 那還不錯 那到現在為止 你大概接了幾個案子 總共 大概有五六十個 就是從網路上來的 然後他們又轉介紹衍生出來的 哇 那還真不少耶 對 他們大部分就是覺得說自己的財務 看到一個全貌 然後因為我不是要推銷他們什麼商品 所以他們也很安心 然後可以把他們財務目標啊 還有他們自己心裡面的想法 很真實的告訴我 然後我也可以給他們一些非常好的建議 所以讓他們在未來做財務決策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方向 然後他們覺得有一個依循的方向 這樣對他們來講 感到安心 覺得很不錯 所以你們的客戶都是 跟你面對面接觸的嗎 也有網路上直接視訊完成整個流程的 這麼厲害 對 因為人在中南部啊 客戶在中南部 所以等於說 你如果有辦法在網路上 就直接完成客戶的服務的話 代表你的客戶其實也可以在 全省或者甚至到國外去 都有可能 沒有錯 哇 那你這樣子在家裡工作 就可以賺進全世界的財富耶 對 所以就是覺得有網路真的太好了 比馬路好太多了 因為我在金融業已經十幾年了 然後就是我一出社會 就是從事股票營業員的工作 所以我在投資的領域涉略很多 那在08年之後就是 因為看到很多客戶損失慘重啊 對 就覺得說 好像 金融業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除了叫客戶買賣股票啊 買賣基金啊 買進賣出以外 應該可以再帶更多的價值給他們 給他們一些有關財務管理 或是財務規劃上面的觀念 對 因為很多時候觀念會影響到 他們做的行為 行為會影響到結果 我主要是做診斷 診斷完之後會提出我的報告書 報告書裡面會有我的觀點 就是說客戶可以怎麼做會更好 然後也可能有一些隱性的問題 是客戶本身沒有發現的 沒有看到的 那我先提醒他 當然也會有解決方案 可是這個解決方案是 你去市場上任何一個不管銀行啊 證券啊保險都買得到的 沒有一定要找我買 OK 對 但是我會告訴你 什麼樣的配置對你來 對你現階段來說是最好的 那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什麼樣叫做隱性的問題 比如說像我最近就有一個客戶 他正在決定說 要不要把他現在的房子 貸款真貸出來 然後再去買第二間房子 那因為銀行告訴 銀行為了要那個貸款的業績 他告訴他說寬限期嘛 前面兩年只要每個月繳八千塊 但是 兩年後每個月要繳三萬一 那這個時候呢 客戶會當下聽到說 哇每個月八千塊很輕鬆 他可能就想要去做這個槓桿的動作 可是他忘記說後面是要繳三萬一 而且兩間房子一定都要貸款 那他的金額可能要高達到一千萬 那一千萬月付至少要個六七萬吧 對 跑不掉嘛 那這可能會在兩三年後 對他的財務造成影響 如果兩三年後房價又沒有漲 他又不能脫手的話 那這個就是他沒有想到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比較高資產的客戶 很多中小企業他們沒有接班人 沒有下一代 應該是說下一代不想要接爸媽的生意 那他們就變成不能退休 可是又自己又很想退休 然後怎麼辦 這也是他們隱性的問題 那還有就是資產的移轉 還有稅務的問題 很多是他們現階段會忘記要去想的 好 大家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很開心我們邀請到 Lidia財務建築師來到 我們現在在哪裡 就是板橋大圓板 板橋大圓板 對 因為Lidia她現在不用辦公室 直接在家裡上班 所以我們也不用去她辦公室 因為沒有辦公室 所以我們就直接約在板橋大圓板 然後今天其實來跟Lidia 學習了很多財務規劃方面的知識 而且Lidia她很厲害 她就是每天都會去關心很多 國內外的大事 因為政治跟經濟 都會影響很多財務規劃的問題 對不對 謝謝你接受訪問 謝謝奶爸 耶 掰掰 他是我的網路行銷入門老師 耶 掰掰